網上一直流傳 西貢山頭有結界 其實不止上山容易令人當失怒 入村也很容易遺漏 神秘迷魂村食人 入村容易出村難 在大陸有幾個村落 都被指有好似結界的迷魂陣 押人進去隨時走不出來 在諸葛村有不少路看似滑頭路 但走到盡頭就會發現另一條路 正正因為錯綜複雜 令人很容易不知自己轉去哪 有大陸記者進去都當失路 我突然迷路了 剛才從這裡出發 但是我走了一大圈 不然藍莊群還是到這裡 加上諸葛村是呈不過形狀 所以無論走到哪裡都好 都好容易轉回到中心點 十足十迷宮一樣 同樣被指似迷宮的還有朝陽村 其實中國人建屋大多數都是 坐北向南的建造 但這條村所有屋都向著東南方建造 所以外人來到 以為每間屋都是坐北向南的認方向 加上這條村有好多巷仔 自然就容易當失路了 少許超措斧